哈喽,大家好,我是娜樂主播郭瑞柔 現在我在日本東京的中興速車站B2號出口 那麼現在我一出來往右轉 我要去找我今天在東京的佳洛 好的,現在看到了明智中跟大酒保通的招牌 這個交叉口的時候呢,就要往左轉 然後左轉你會看到這邊有個全家便利店 有沒有,有沒有看到?全家便利店 然後再往前走一點點呢,就快要到囉 到囉嗦便利商店之後呢,轉進來旁邊這個巷子呢 就可以看到馬上Petio,這就是我們今天住的民宿 那麼東莫民宿呢,就在今天我住的是五龍啦 然後它會給你的E-mail裡面,會給你詳細的一些 說要按什麼密碼啦,怎麼樣取得鑰匙啦 所以是不是很方便 大家覺得對我在東京的家還滿意嗎? 我覺得來到東莫民宿最棒的地方呢 是一來回到就有回到家的感覺喔 然後它有小的廚房,微波爐,洗衣機,冰箱 然後可以買到超市買東西來自己煮之外呢 重點是它交叉很方便 離東京都在呢,走路大概只要兩到三分鐘的時間吧 如果你住逆了一般飯店,冷冷冰冰的感覺的話 下次來到東京,建議大家可以來東莫民宿喔